CJ 李估问 其实这个项目 一直都是我们白经理跟的 你看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一起跟的 不用了 我会跟客户解释 可是 可是这个单子很敏感 我怕项目经理突然坏人的话 客户的信心会动摇 以前白经理真的特别负责人 这次 阿迪 你别说漏了 他是警令假的 是 我知道 可是客户早晚得问他 你说他这么一直不来上班的话 我是不是得跟总工那边打个电话 交代一声 你说他就是不来了 咱们的任务量也大了 总不能让你一个人 你是不是一直这么多话 你能不能上我说的去做 我会负责人的 忙了 你不想带我去做 姨阳 经理 你怎么了 你身体好了吗 不多休息几天 我跟你一起去吧 本来这个项目就是我负责的 你行吗 上车吧 小松啊 你说你这公司做那么大 钱挣那么多 怎么追女孩子 你这啥都不懂 啥不愣当哪 你说怎么回事啊 你这 我觉得啊 你公司早餐做得是真好 您放心 我们公司的早餐 明早准时会出现在这里 来 来 来 白肉这么跟你说吧 二丫都好面子 你追他得用计谋 那您给我支支张 正话得反着说 正事得倒着做 死缠烂打这招 没用过实了 用 等会儿 您让我消化一下 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我告诉你 你必须坚持着一点 那就是千万不要给他 他有机会说不字 但凡他没有明确拒绝你 那就说明 你就有戏了 那白叔 您当初是怎么追上我 我张仪 我告诉你啊 得让他有点危机感 让他知道咱也是抢手护啊 是不是啊 要不然这狗皮靠要贴上去 人家还不待见哪 学着点啊 裴俊啊 待会儿我去社区下棋 隔壁的王大婶吧 死气白雷地缠着我要学棋 那个合唱团我就不陪你去了啊 行 那你就别去了啊 正好呢 今天那个合唱团的那个老赵 要跟我一起排练 我可能回来晚点 你正好跟那个王大婶 李大爷一块儿吃 不管你了 老赵 那老赵是不是退休的教授啊 那不行 裴俊啊 我还是跟你一块儿去吧 等等我 白叔啊 小松啊 男人嘛 有的时候要稍微示弱一点知道吗 阴阳调和 和谐 大家和谐了 小家和谐了 你我和谐了 这不就都和谐了吗 好好体会一下啊 来 那个裴俊呢啊 我我去我去 爸 爸 我去上班了 哎你你干嘛去啊 哎咱俩一块儿走吧 我也准备走了 那个白叔我走了 你脚边有个白袋子啊 换什么 你这上班穿一天高跟鞋 看得我脚都累 就刚说了 你不用对我这样 我们两个 哎 你别误会啊 咱俩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对吧 我这么关心你 其实一点错误都没有 朋友没错呀 那你更应该关心 关心其他姑娘 对啊 我最近是想关心一下别的姑娘 真的假的 那是好事啊 那是好事啊 好事啊 好什么好啊 我我我从小到大追过谁啊 再说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追 那我能帮你啊 你跟我说说开心什么样的女孩 温柔大方 美丽善良 楚楚动人 反正我知道的 所有四个字的成语 都夸不完她的好 女神 那她肯定是一特有文化的女神 那你得多读书呀 前面那个路口族展有个书店 从今天开始 读过一千本书 读完以后再来找我 再给你支照 肯定管的 啊